西頭地區每年都吸引許多民眾到訪旅遊 但該地區因缺乏停車空間造成交通不便 為改善問題 縣議員黃東昊也提出建言 盼縣府相關單位能夠進行規劃 南投燈會是縣內每年一大盛事 當中精彩的銅樑火龍 更是吸引民眾的目光 縣議員洪明科表示 有消息指出明年度銅樑火龍不再演出 希望縣長能夠持續爭取演出機會 繼續吸引人潮 避免縣府投入燈會規劃的諸多資源造成浪費 南投的八市真正多的基因 把阿哥反映說 館長這麼用心這麼認真辦這個火龍 這麼認真辦我們的燈會 為什麼如果每年沒來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的主權都漏費 要來清洗我們的館長 在每年我們的火龍也好 我們的水牛也好 我們就繼續要來辦棄嗎 而縣議員肖志全則針對 南投縣農產運銷公司 營運不良 造成縣庫虧準問題來進行探討 盼能為縣庫增加收益 來投入更多建設工作 造福縣民 我們去年我們農產運銷公司 虧了將近快五百萬 而且因為有業外收入還有兩百三十幾萬 如果業外收入不要算進去 應該虧了將近七百多萬 針對內部的管理如何開源絕流 如果改善內部的組織結構 我們對理事很有期待的 於本日定期會總質詢議程期間 議員們都提出許多建言 也是希望縣府能夠重視問題所在 來進行規劃 使縣內建設發展能夠更加完善 記者盧玉凱 南左縣議會採訪報導